欢迎您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一带一路十周年 硕果累累 还是势头不在 德国之声中文网 习近平于2013年秋季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即将迎来十周年 中国官方表示 十年来 合作硕果累累 有观点认为 习近平已超额完成了他当时的目标 不过 也有德媒指出 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海款困难 中国对外贷款的一大部分面临违约风险 该倡议的势头已然不在 中国官媒在8月底报道称 中方将于10月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既是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也是为了各方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这是新冠疫情以来 中国首次举办该论坛 在9月7日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表示 截至目前已经有90多个国家的代表确认与会 他没有透露具体是哪些国家 表示相信下一步还会有更多合作伙伴确认与会 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此前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土金计划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召开之际访华 华尔街日报7月底报道称 德 法 一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不打算参加金秋的该高峰论坛 北京对于即将迎来十周年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不久前表示 十年来 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成果有目共睹 汪文斌还说 十年来 一带一路倡议的朋友圈不断壮大 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相关合作档 十年来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硕果累累 已形成3000多个合作专案 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打造了一个个国家地标民生工程合作封碑 这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他还表示 中国将已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企及 同国际社会一道总结经验 破坏蓝图 引领高品质 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发展 超额完成目标 德国专注于中国议题的网络媒体China Table9月6日 也关注了一带一路倡议 除了聚焦一带一路 在阿拉伯地区的发展等话题 也刊登了一篇关于一带一路十周年的文章 这篇来自有数十年中国生活经历的专栏作者 Frank Seren的文章写道 十年前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宣布该倡议时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其重要性 同时怀疑声音不绝于耳 十年后 习近平超额完成了他当时的目标 文章回顾了十年前上台不久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该倡议时的场景 表示习近平当时的目标是用十年时间 让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国的贸易额增加一倍以上 事实上 现在已经增加了110% 这位专栏作者同时指出 习近平也释放出明确的信号 中国不想追随老牌的西方大国 而是希望与新兴国家们结盟 共同重建世界秩序 这些新兴国家也明白 中国不是在做慈善 然而 在对机遇和风险进行评估后 很多最终认为机遇大于风险 目前唯一考虑退出的国家是意大利 意大利是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西方主要工业国 G7国家 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苦涩的 不过 总体而言 习近平远比原本计划走得要远 昔日势头不在 与此同时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 也存在住不少争议以及批评声音 批评者认为 该倡议是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工具 美国等国多次针对可能的债务陷阱提出警告 包括德媒在内的许多西方媒体 也曾出 该倡议的许多专案面临困难 陷入停滞 新苏黎世报2022年7月一篇题为 当双赢变成中国赢两次支持的客座评论称 种种迹象显示 一带一路只经历了一段相当短暂的鼎盛时期 中方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 已经从最高点280亿美元 向至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70亿美元 降幅高达75% 评论称 也许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 许多贫困国家也许并没有能力偿还贷款 欧中印激变一带一路 法兰克福汇报9月7日一篇题为 太大 太远 太昂贵的文章也表示 虽然中国官方仍在谈论该倡议的显著成就 但一带一路 昔日的势头已不复存在 文章说 自2016年开始 中方的投资开始下降 自该倡议提出以来 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欠中国的债务大约增加了两倍 如今 在双边层面上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债权国 中国自身也陷入了改革开放开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篇来自法兰克福汇报驻华记者 Yohan Stand的文章指出 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布单个国家 接受中国信贷融资 出口信贷 或者官方发展援助的数据 因此 这些中国国企的建设专案究竟多昂贵 尚不清楚 已知的是 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幅扩大了救助贷款的发放范围 因为中国对外贷款中的大部分都面临违约风险 在吉布提 赞比亚等国 中国持有超过一半国债 这究竟是增加了北京的政治影响力 还是使其更易受到债务陷阱的指责 也取决于西方提供怎样的贷款条件 只是中国的金主热潮时代已经结束 拜登希望利用G20证明 美国是比中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英国独立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 计划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 和对越南的访问中展示 美国及其盟友是比中国更好的经济和安全伙伴 美国计划提出一个方案 为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2000亿美元 这是为了提供一个替代方案 以应对美国认为是中国主导的地区发展和军事扩张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不参加峰会 由李强总理代表中国出席 预计拜登还将与越南总书记阮富重会面 宣布加强经济合作的计划 美国批评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贷款做法是胁迫性的 并希望提供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来对抗中国 美国在提交给国会的补充预算请求中 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提供了33亿美元 旨在从美国单方面获得近500亿美元的贷款 用于向中等收入和贫困国家提供贷款 全球范围内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 六位数家庭度假的兴起 英国每日电讯 豪华旅行社报告称 六位数家庭度假的预定量大幅增加 根据Scott Dunn旗下的超豪华部门 Scott Dunn Private的负责人 朱尔斯·莫里·朱尔斯·末尔斯的说法 去年以来 价值10万英镑约合13.7万美元 或更高的度假预定量增长了40%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家庭旅行的预定 豪华精品旅行社 Black Tomato也看到了多代人旅行的激增 2021年至2022年间 价值10万英镑或更高的预定量增长了111% 之后从去年到今年增长了20% 人们对此类度假的需求 被认为是因为他们希望弥补疫情期间失去的时间 并重新珍视与亲人共度高质量时光 提供的高端旅行体验越来越个性化和沉浸式 旅行社会安排独特的活动和体验 以满足每个家庭的兴趣 例如Black Tomato组织了设计学习日本香扑 和蒙古生存训练的旅行 豪华家庭度假需求的增加 也归因于孩子在规划过程中 有更多发言权和对代际旅行的增加渴望 女子飞往迈阿密 与男子进行第二次约会后 被鬼魂般的消失了 英国独立报 一位名叫钱德勒的女士 在TikTok上分享了一段关于 她被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抛弃的视频 据钱德勒说 这个男人把他飞到迈阿密进行第二次约会 但在他在酒店房间里小睡时突然消失了 在发布视频后 钱德勒收到了一条匿名线报 称这个男人实际上已婚并有三个孩子 评论者对于钱德勒是否应该告知这个男人的妻子 对此持不同意见 纹身师在约会期间唱歌 令客户惊叹不已 英国独立报 意大利纹身艺术家亚历山德罗卡伯奇 在TikTok上发布了一系列视频 他在给客户纹身时唱歌 获得了数百万的观看量 卡伯奇梦想成为一名专业歌手 他利用这些视频来练习和专注于他的艺术 同时也能分散客户对纹身疼痛的注意力 他的客户对此反应积极 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哭泣 卡伯奇的唱歌才华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他现在正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 同时继续经营纹身生意 为什么美国人会想要印尼的黄金签证 彭博社 印度尼西亚推出了黄金签证计划 允许富有的外国人在该国长期拘留 为了获得五年签证 个人必须在当地企业投资至少250万美元 或者承诺购买当地上市公司的股票 政府债券或将资金存入储蓄账户 金额不低于35万美元 此举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经常账户 因商品价格下跌导致出现赤字 该计划吸引了人们的兴趣 作为美国国债的替代选择 也是投资金融科技和金融包容性的机会 比昂斯的粉丝透露他在结婚纪念日时 穿着婚纱去参加演唱会 英国独立报 最近 YouTuberAidan在洛杉矶的Beyonce演唱会上 穿着他的婚纱 庆祝他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 他在TikTok上发布了一个视频 展示了他对婚纱的改造 包括添加珍珠项链 胸针和宝石 在视频的标题中 他解释说他的结婚纪念日 和Beyonce的生日都在同一天 这是重穿婚纱的绝佳机会 这个视频已经走红 许多粉丝称赞Dan对婚纱的搭配 去年 Dan和他的丈夫因为在婚礼上 跳Beyonce的歌Coff It而走红 我们让21世纪最伟大的澳大利亚流行歌曲 从我们身边溜走了 悉尼先驱晨暴 作者认为 澳大利亚流行歌曲 Lossong是21世纪最伟大的澳大利亚流行歌曲 急需重新评估 这首歌曲在2000年代初发行 捕捉到了现代约会和恋爱的经历 其朗朗上口和异于共鸣的特点 使其成为一首永恒的流行歌曲 作者认为 在当今超级互联和约会应用的时代 Lossong将成为全球轰动 与一代年轻女性产生共鸣 最终 这首歌的信息是爱情是混乱的 关系是复杂的 但人们仍在寻找真实的连接 在审判中播放的自由车队组织者的视频 淹没这座城市 多伦多星报 去年沃泰华自由车队抗议活动的组织者 克里斯·巴伯在社交媒体视频中 呼吁人们涌入城市 该视频在他的刑事审判中作为证据出现 巴伯和抗议活动的另一位组织者塔玛拉 利奇面临于他们在组织反对 COVID-19健康限制的抗议活动中的角色 有关的指控 控方声称 巴伯和利奇策划了抗议活动 指挥卡车和抗议者的行动 并教唆他们留在沃泰华 即使警方命令他们离开 他们被控犯有破坏公务 教唆他人犯罪 恐吓和妨碍警察的罪行 专家们在一名学生死亡后 对一颗芯片挑战发出警告 英国独立报 专家们警告称 一项新的病毒挑战 导致了马萨诸瑟州 一名14岁的高中生死亡 这名学生哈里斯 沃洛巴在9月1日 参加了一颗蜡薯片挑战 这是一项社交媒体挑战 参与者需要吃下一颗蜡薯片 然后尽可能长时间的等待 不喝水或吃其他东西来缓解 在视频中 抗议者被告知 如果警察行动 车队抗议者 应该尽可能长时间的鸣喇叭 加拿大CBC 根据在他的审判中呈现的视频证据 2022年沃泰华抗议车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克里斯 巴伯只是卡车司机 如果警察试图驱散他们 就要持续按喇叭 巴伯和他的共同被告 塔玛拉利奇 因参与反对COVID-19限制的抗议活动 而面临指控 巴伯还因教唆他人 违抗禁止在沃泰华市中心 大声按喇叭的法院命令 而面临额外指控 在审判中播放的视频中 巴伯敦促支持者继续按喇叭 并在组织者消失时 前往沃泰华抗议 由于技术问题和其他因素 审判经历了延迟 苹果股价下跌 因中国加强对iPhone的限制的报道 半岛电视台 再有报道称 中国限制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 使用iPhone后 苹果股价连续第二天下跌 此举是在中美紧张关系 持续升级之际 中国一直在推动使用本土技术 因为技术使用 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彭恩 巴德利向绯闻女孩的粉丝们 发出经典的华夫饼提醒 英国独立报 在热门电视剧绯闻女孩中饰演单 汉福来的彭恩 巴德利回应了一位TikTok评论者 并提到了该剧 巴德利在他的播客中 与他的前同事泰勒 莫姆森重剧 在TikTok上发布的幕后视频中 可以看到莫姆森正在给巴德利化妆 当一位粉丝评论说他们需要鲁福斯 单和珍妮的父亲时 巴德利以鲁福斯 著名的星期天早午餐 华夫饼干为餐照做出了回应 粉丝们对这个回应感到高兴 在播客中 巴德利和莫姆森回顾了他们在剧中的时光 莫姆森透露 由于他的演艺事业 他很难交到朋友 在Litch和Barber的审判中 检方在法庭上播放了社交媒体上的视频 加拿大环球邮报 周四 在卡车护送组织者 克里斯、巴伯和塔玛拉 立即的刑事审判中 皇家检察官在法庭上播放了巴伯的TikTok账户中的视频 其中一个视频呼吁支持者前往沃泰华 沃泰华警察局的乔安尼 皮洛特警官还就巴伯的TikTok账户内容作证 巴伯和立即面临恐吓 损坏财物 阻碍警察和教唆他人犯下上述罪行的指控 预计审判将呈现约5个小时的视频证据 审判预计将持续到10月 并由西瑟、帕金斯·麦克为法官主持 淹没城市 自由车队组织者的审判深入社交媒体视频 多轮多星报 自由车队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克里斯、巴伯和塔玛拉 立即因去年在沃泰华组织反对 COVID-19健康限制的抗议活动而面临刑事指控 法庭播放了巴伯在TikTok账户上发布的视频 他在视频中呼吁人们涌入城市并和平抗议 控方声称巴伯和立即策划了抗议活动 指挥卡车和抗议者的行动 并教唆他们即使被警方命令离开沃泰华也要留下来 审判仍在进行中 罕见的闭眼症迫使西班牙政治家辞职 英国每日电讯 西班牙政治家罗沙阿拉孔辞去巴塞罗那市艺人职务 专注于提高对眉级综合征的认识 眉级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 会导致眼瞼不自主的闭合 阿拉孔在经历症状三年后于四月份被确诊患有该病 他一直在使用TikTok分享自己的经历 教育他人如何应对视力障碍 阿拉孔曾休假五个月 但决定永久辞去职务 以优先保护自己的健康 巴塞罗那市长郝美·科尔伯尼赞扬了阿拉孔的奉献精神 并表示希望他们能继续合作 卡玛拉总统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 英国每日电讯 作者讨论了卡玛拉·哈里斯作为副总统的角色 以及如果乔·拜登辞职 他可能成为总统的可能性 文章批评了哈里斯的低支持率 并暗示如果拜登无法完成任期 他可能难以赢得2024年民主党提名 作者还批评了哈里斯 在南部边境移民危机和整体表现上的处理方式 文章最后暗示 尽管哈里斯有缺点 但他最终可能成为总统 一张记忆高超的专辑上有一个丑陋的污点 为报 Royson Murphy的第六张专辑 Hick Parade探索了无情的爱和自我破坏的主题 这张专辑花了六年时间制作 两年前完成 Murphy将自己的部分发送给制作人DJ Kof 以征求他的意见 然而 专辑的发布受到了争议的困扰 因为Murphy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言论 被视为反跨性别 虽然一些粉丝取消了专辑的预定 但其他人却为Murphy的观点辩护 唱片公司Ninja Toon尚未就此事发表声明 但据报道 该公司已停止推广该专辑 并计划将其销售利润捐赠给反对跨性别歧视的慈善机构 尽管有争议 但Hick Parade获得了评论家的赞扬 他们将其描述为一张出色的专辑 Murphy和Kof之间的合作被认为是成功的 Kof的制作为歌曲增添了富有趣味和意外性的元素 该专辑深入探讨了欲望和亲密关系的复杂性 Murphy的歌词反映了无情的爱的力量和无力 该专辑因其对细节的无可挑剔的关注 和以独特方式捕捉听众的情感和经历而受到赞扬 然而 围绕Murphy言论的争议 给Hick Parade发布蒙上了阴影 虽然一些粉丝 可能选择将艺术家与他们的作品分开 仍然欣赏这张专辑 但其他人却发现很难支持Murphy因为他的观点 这一争议对专辑的成功和接受程度的影响尚待观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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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